苏友鹏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昨儿不仅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还捧出了马思纯这位心境影后 如今苏导的第二部作品 也是即将要登上院线和大家见面了 3月28日电影嫌疑人X的现身 来到上海举办发布会 导演苏友鹏携王凯张鲁伊 两大男主角亮相造势 此前在电影的各类发布会上 一众主演就曾集体吐槽 作为导演的苏友鹏要求十分严格 他们可都被虐得不轻呢 此番来到上海 王凯和张鲁伊依然延续着这个模式 不停拿苏友鹏开涮起来 比如谈到拍戏时最开心的时候 凯凯王就表示 那就是苏导站起来的时候 他如果坐在那个监视器前 如果不动的话 就觉得哦 这一条一条一条 只要你看他 哎 站起来了 而且一定纤细远远转 嗯 哦 八九五一时这条一条 这又是拐着弯子把苏友鹏给吐槽了一遍呀 不过经历了之前的种种吐槽 这次苏友鹏也是很想为自己评个烦呢 看着这三位在台上互相开涮台下的看客们也都纷纷笑得前仰后合了 而苏友鹏不仅开涮了两位男主 连这次没来现场的林心如也被他数落了一遍哦 你俩这友谊的小船能有这么容易翻吗 上海报道 呢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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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